无据匠心 经历坎坷的他 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剪辣机 身为机械发烧友的他 制造了无数让大家 目瞪口袋的作品 大家好 我姓权 权力坤 是来自河北宝定 目前有自己的一家 钢雕工作室 这些东西大家看到的 都是我们 通过我们的双手 打造出来 全部是纯手工打造而成 对吧 当然这些东西 只是我们目前产品 这一小小部分 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这样 对 你好大年纪了 今年35了 35了 对 还没长大 其实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肯定 与我有年龄相仿的 对吧 80 90 这些东西都是伴随着 我们这一代人 成长过来的这些角色 可能很多人 都能耳术能详 包括这个黄蜂 包括这些 还有这些等等的吧 你们家人 就没人管管你 你老婆肯定反对 觉得你玩物丧志 有一点 但是现在还好 现在为什么还好 能卖钱是吧 对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些东西 大概是十年以前了 十年前 你25 对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 简单点讲的话 我是不是很通俗 我说是为了钱 没关系 我们都是为了钱 你最困难的时候 最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最苦的时候 我们当时我们其实是 开始的时候在外 外边一个城 不是在我们的老家 那我们需要去租房子 需要去维持生计 一个月 可能一个人零花钱 连一千块钱都不到 吃得上饭吧 饭是肯定能吃得上 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儿 就是很小 大概也就是15平米左右 我估计 就是一接门 一接门就能就上床了 基本上就是 当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那样一步一步去 你是一个人干 还是有合伙人 我们 我有一个合伙人 是我的发小 我的这个好伙伴 我的合伙人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形容词呢 因为他的身份真的很特殊 我刚才讲的 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还是 这个结拜兄弟 他重要还是老婆重要 用这个时间去衡量的话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要比 我跟我与我老婆在一块的时间 要长得多得多得多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合伙人 其实也来到了现场 是那位吧 对 你好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郝永涛 我们两个从小是一个村长大 多少年了 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是邻居 光屁股长大的是吧 对 光屁股长大的 你们俩的分工是什么 制作两个人都参与吧 销售 谁做得多 谁主导 我做得多一些 你做 他卖 对 你们这属于夫妻店 这属于兄弟店 你们俩之间闹过矛盾吗 几乎没有吧 为钱闹过吗 没有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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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人支持吗 我们家人就像刚开始说的 刚开始都不支持 两家人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放弃这个修车 从开始坐这个的时候 生活真的很难 当时少的时候 每个人从账上拿走三百块钱 算开工资了 而且我们在外边待了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吧 一直是维持在这个状态 你们俩在最困苦的时候 抱头痛哭过吗 没有抱头痛哭 但是也经常感慨 当时我们两个约定了一个 就是说 在一年的时间 坚持一年的时间 如果真的要挣不到钱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我也有孩子了 所以说我们就放弃这个行业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吧 产品不断地丰富 有一些老板呢 看到了以后比较喜欢 就是说支持一下 包括给一些汽车商 搞活动啊 给我们给个机会 展示一下 就这样慢慢地活起来了 一年的流水大概都是 也就好的时候几十个吧 好的时候才几十个 对对对 低调 我们请你的那个搭档跟你 他来介绍你来卖也行 咱们现场卖一个也行 可以 行不行 来 掌声有请 来 这里面最喜欢 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个 我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黄蜂 还是黄蜂 那咱就说说黄蜂吧 来 黄蜂呢 大家看到它这个机械感特别强 就是说用我们这些零物件 展现出来呀 感觉更真实一些 看着更霸气 更帅 你这个板筋是哪来的 这个材料都是从费 这个拆车厂嘛 拆车厂 一些修理厂去收嘛 这个棱角都是敲出来的 还是用冲压模具冲出来的 都是敲出来的 敲出来的 敲这么直 对 其他的几乎都是去 全部都是汽车上的了 这卖多少钱 这个我们现在的售价是一万二 一万二 这也是不能动的 对 这个也是不能动的 这个买回家去的话 摆在没有地方摆呀 如果说比如说 你平时那个找用户 去给他合影收钱 我觉得还可以的 所以我们是愿意合个影 比如说给点钱 其实说句实在话 一万二买一个 这个东西真不贵 对 关键是公司里面进行摆设 现代化的一些 这个互联网公司 摆一个这个挺好的 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对的 这叫什么名字 这一款它是 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 叫机械狗 就是一个狗的造型嘛 当然它就是在电影里边演的 它就是一个反派的一个角色了 这好像是放着潮汐 潮汐这个动作很厉害 这一款的特点 它就是机械感很强很强 全部都是用这个零配件 去打造出来 谢谢大家